从过去的已经成为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所有的就业的这么一个指标 到今天的失业大国是什么原因 是美国都恨美国特朗普 特朗普叫川普 中国叫特朗普 是他的贸易政策吗 是他的加税吗 为大家算个账 中美之间的贸易就五千亿美元 去掉那些所有的东西给中国能带来边际价值 能给中国带来就业率的大概是多少呢 大家算一算 也大概就是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 中国现在失业率 答应已经说出超义 这一亿多人是跟哪有关系呢 战友们房地产市场 这一亿多失业率里边大概60%是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的装修水泥建筑运输贸易 这才是核心 就美国加那点破碎啊 对中国的贸易影响没什么了不起的 房地产导致了五六十的失业 它是一系列的 所以房地产它就是个骗局 是人类有史以来 这真比给长城 比给长城像瓷砖 要比给这个真的是比给蚂蚁啊 跟大象交配 生出大象和蚂蚁的孩子后代 它都夸张的多的多 房地产能生产文明吗 房地产能让你有饭吃吗 它是个骗局 另外的大概一千多万两千万水高科技 就像日本欧洲的高科技产业 这些已经都纷纷撤出了 这些人撤出跟加税没关系 都是你共产党的政治和政策 和国民的财务 整个的素质和未来的走向有关系 这加在一起就八九千万 百分之八九十了 你从失业大股到今天和生产大股 到全球的买买买 防倒淫塌 它是个必然的现象